大家好 現在來介紹一個很有趣的概念 叫做grouping grouping是一種概念 一種演奏的方法 把一連串的音符 劃分成一組一組的感覺 變成一群群的音符群 我舉例說明 在連續的12個時間點 我用圈圈來表示 每一個圈圈代表一個音符 所以現在有連續的12個音 他這12個音 把他每三個音 做成一組 我們想像成 三個丸子把它串在一起好了 這樣有一串了 第二串 第三串 第四串 原本12個音符 唸起來123456789101112 現在會變成另一種組織的形式 變成12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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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聽起來很像四組的三連音 其實還是連續的 但是你就會聽得到這個一組一組的感覺 一共聽到四組 四坨的音符群 1 2 3 4 那這是其中一種grouping的手法 另一種grouping 一樣是12個音符的 我可以把它劃分成 每四個音一串 這樣子聽起來就是123412341234 就不太一樣了 12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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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變成下面這一種 每四個音符一串 聽起來是這樣子 123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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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樣子的grouping它有什麼樣的作用呢 我舉一個例子來看 如果說像剛剛那個拍子 一共四拍 然後每拍有三連音的架構 我們如果在那個速度下面 聽到12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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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果在這個節奏的基礎之上 聽起來像是三組的四連音 會有一種節拍速度上面變化的樂趣 看起來像是一模一樣 原本是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五個音一組的話 聽起來是這樣 這樣一串 這樣一串 但是總共才12個音 所以我有兩串五個音之後 剩下的兩個音 一串 這一種叫做5 5 2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上面這一個叫做4 4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上面這一個叫做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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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2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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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舉一個例子 12 8這樣的拍子裡面 節奏的形態可能是像這樣子 假設下個小節我要過門好了 我就可以像12個音符 每4個音符有一群的感覺 這4個音符一群 這4個音符一群 我們有必要設計成有一個明顯的一坨 聽起來有3坨的感覺 例如說最簡單的打法 我每4個音打一個不同的鼓 例如說這4個音小鼓 這4個音TOM TOM 這4個音是落地鼓FLOW TOM 這樣就會有3組的4連音的感覺 就有別於原本4拍3連音的味道 那當然這個4-4-4的手法 用在SWING的節奏 或者是SHUFFLE的節奏裡面都會蠻有趣的 另外一種是常見的4-4拍 如果是像8分音符節奏 如果是像8分音符節奏 你可以這樣想 前面再一拍 那這12個音符裡 你就可以每3個音一組 4組的3連音 4組的3連音 再來我們把552套用進來看看 演奏552這5個音一組 然後這5個音一組 這兩個音 5個音一組 5個音一組 2個音 5個音一組 1個音一組 5個音一組 5個音一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